我做一個中國的名字 我覺得 就是說 華為是我們中國的 我們哪有華為 台灣是中國的英國 台灣會永遠是台灣 台灣會永遠是中國 中國可是打台灣 任何時 中國的管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名英國線上的家教 跟他的學生說了 台灣是獨立於中共國的國家 諸如此類的話語 那即刻遭到了在旁 丁克的家長直接反駁 最後英國老師反向結束教學 而這段影片被錄製下來 廣傳在中國的微博等等的平台 遭到小粉紅的痛腳威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非常非常正常 我從哪裡來的 你知道嗎 我從哪裡來的 我從日本 不不不不 我從美國 不不不不 我從哪裡來的 你可以猜嗎 我從...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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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英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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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住在台灣 很久以前 在台灣 高雄 你知不知道嗎 台灣不是中國 台灣是一個國家 你知不知道嗎 台灣沒有辦法是中國 我從不去的 台灣是甚麼 我從不去的 台灣會永遠是台灣 台灣 你知不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台灣就屬於中國 如果你要這樣 台灣不是中國 台灣是台灣而已 台灣 台灣是台灣 看中國 台灣是台灣而已 台灣沒有辦法是中國 拜拜 再見 拜拜 好啦我們看完這段影片 除了我們可以明顯發現 小孩子其實不太想上課以外 最重要就是 家長的反應 不少的留言區網友表示 陸續接到相關單位要求刪除影片 下架該影片 那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英國家教 是屬於一個叫做 萌芽研究所的 線上老師 那萌芽研究所 等等的相關公司 或是子企業 都是在2014 以及2015年 在廣州給成立的 那這個事情 大概是在三天前 就流出來了 目前還沒有被中共官方 炒作上發燒 卻意外提前 遭到多處刪影片的通知 實屬有點詭異啦 不曉得 今天或是明天 會不會上發燒 如果這一個禮拜內 還沒上發燒的話 那有趣的事情 就好玩啦 那還有粉紅說 你反向他 蘇格蘭獨立就完事了 確實是蠻搞笑的 人家有給過 蘇格蘭公投的機會 而且 即便你今天在英國的土地上 支持 蘇格蘭獨立 是不會被官方 逮捕的 但是在中國 各位粉紅們去北京的天安門 前面給我舉看看 西藏獨立 新疆獨立 你們以為是撿到槍 但事實上撿到槍的 可能不是你啊 而且蘇格蘭啊 他沒有自己獨立的軍隊 跟外交能力 他目前確實是屬於大英國的 但不好意思 台灣目前是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嗎 請問你們的行政官員 誰直接可以下行政命令 我們會去執行 你跟我說誰 所以你們才會天天氣炸 我們買美國製的武器 雖然你們瘋狂貶低美國製造的武器 但你們從來不放棄滲透取得 美國武器的藍圖與設計 對吧 不能怎麼有千人計劃呢 還有人說什麼 唉這個英國老師啊 上課就上課 扯什麼政治呢 如果你抱持這樣的觀點呢 那你本身就已經不中立 如果說提到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就算政治的話 那請問 這位老師前面還說了什麼 英格蘭、英國、日本跟美國 這些國家是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呢 是啊 如果這些國家之間互不隸屬 也就是說 英國跟日本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之間互不隸屬是不是政治 如果他們是政治的話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講 台灣它是政治的話 為什麼不能講 那如果你說日本跟英國 不屬於政治事件 那為什麼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 就是政治事件了呢 這就是對台灣一直以來的 非常不公平的一個雙重標準 是吧 而且這個多數的草啊 我們台灣的那些草啊 還去支持這樣不對等的觀念 那下面一堆粉紅也是嗆這個英國老師 倒聽圖說啦 顛倒黑白啦 我是建議你們小粉紅 先來台北那座總統府 還有台灣各地的公部門 警察局 去軍營去看看 是不是飄養著五星紅旗 當然啦 繼續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是台灣省的省旗或是區旗 那麻煩你們去香港看看 香港的公部門 除了有港區的旗幟以外 還有五星紅旗在上面對吧 那請問以上的狀況台灣有嗎 如果沒有的話 請問是誰在自我欺騙呢 你我都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是不可以隨意的公開的露臉的妄議中央 最近不是一批領導 因為妄議中央被換下來了嗎 即便你是身為一個直播主 身為一個網紅 你也不能在中國的領土上開直播 批判習近平 那請問為什麼我可以 以直播或是錄播的方式 但是在中國的領土 台灣做這樣公開批判的行為 還有九十多萬訂閱呢 試問哪一個粉紅 肉身敢在中國的領土 跟我做一樣的議題 所以台灣就不是你的對吧 說個笑話 外東北外西北 它可以是蒙古的 也可以是俄羅斯的 甚至它還可以是基爾吉斯的 但是隔著一條海峽的台灣 就必須是中共國的 那除此之外 還有一名製台粉紅 搭乘桃園公車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公車沒有冷氣 不曉得是公車故障了 還是冷氣系統突然故障 不曉得 也沒有講出原因 導致這位製台粉紅大媽 爆炸 痛罵台灣的一切 還說中共打爛台灣 活該諸如此類的言論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我為什麼要去香港 這是中國好不好 歐灣 歐灣 歐西 今天走 這冷氣都沒有 大數香港二十年 我剛回來 又玩又走 這三十年紀長 國民黨也一樣 都一樣 這勞煙克免 他們多從這 都先爛的過 OK 這台公車為什麼要沒有冷氣 我不知道 二十幾年前 花蓮十八縣農村鄉下 出生的我 搭公車 都有冷氣嘛 而且還開到很冷 超冷的 教師 調小一點 它也不讓調小一點 這邊又在模糊概念 台灣就是中國了 對吧 Republic of China China嘛 所以這是中華民國的 不好意思 不要再把它引申到什麼香港 還有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方面去 不要再把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跟Republic of China的China 並做是同一個China來看 你叫周子瑜是吧 我叫溫子瑜是吧 咱們都有餘 我們都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家族的 我們甚至是同一本護照 這是我戴假髮就是周子瑜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在講什麼幹話嗎 你不要弄這樣的概念去偷換 好嗎 鋼果人民共和國 鋼果民主共和國 那世界上這兩個鋼果 是同一個國家嗎 還有一個中非共和國 我在中文下也可以說 它簡稱叫做中國 是吧 大家要搞這種文字遊戲 都是ok的嘛 我們接著繼續帶大家來看一下 現在的話 你為什麼不敢講出來 我讓台灣人不敢講出來嗎 我有像川普說實話的勇氣 我有像賀主帝 糾正錯誤的勇氣 你沒有這個勇氣嗎 是吧 我們接著繼續帶大家來看齁 人生很美好好不好 我世界玩偷偷 北歐我都去過 這男生點魔妹在那裡看 我就是很棒 我爸爸給我去美國的列書 知識就是力量 懂嗎 我就是江州某筆下 最棒的那個博文老師 同城派 我告訴你 你們那一輩子 我還厲害 同城派我可能是武當派啦 有誰是畫山派的 上來這個認一認啊 大家來認清啊 還有誰是昆仑派的 都來認一認啊 就非常的搞笑 就是你搭一個公共車嘛 有沒有冷氣這件事情 跟有沒有去北歐 有什麼關聯 透露出你爸爸給你錢 去美國讀書 OK 所以按這個推理來說 你是拿著別人的錢 然後去炫耀 現在自己有的這個地位 這不是你白收其家的錢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 你有什麼好拿來炫耀的 然後你現在混到要去坐公車 我是沒有看過曹星辰搭公車啦 雖然不是很想要去揣測他的家庭跟婚姻狀況 但是感覺應該是不太好過的 感覺是一個中年失憶的人 然後呢看到什麼就有點憤青的感覺 什麼都要這個 呃怨天遊人 我們接著繼續帶大家來看他 就是你講了這句話就很好笑 就像說 欸你家裡如果沒有你爸爸的話 你們全家都是屁 我也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欸曹星辰如果你把你的公司拿掉 你也是個屁 對你在講什麼廢話 美國啊 你把整個紐約市拿掉 你美國也是個屁 呃中國啊你把你把習近平拿掉 你會更好 我在瞎說什麼大屎話呢 台灣沒有台積電 什麼個屁都不是 欸對但我們有啊 重點就是我們有啊 就好像有人說 你除了錢以外 你沒有錢 你什麼都是個屁 重點人家有錢啊 那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其他地方 孕育不出第二個台積電 為什麼中國集14億人口力量半大事 還造不出一個良率高 效率高 量產化的7奈米 還是要用這種極大的成本 重複曝光才有的7奈米手機 而這次的華為三疊機 還是用兩三年前的7奈米 你可以回答我為什麼嗎 你從頭到尾 我從頭到尾 這就是中國好不好 是那間台灣的870兆 然後連人氣都沒有 丟臉 落後香港20幾年 而已 可惜啊 可惜啊 怎麼辦啊我也好想去遇到他 我好想當面跟他嗆起來耶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一下 這個是桃園的哪一線的公車 他下的是哪一站 我回台灣的話有機會 我想說去晃晃看看有沒有機會 應該蠻有趣的 我看他臉是怎麼被我打爛的 那最後再帶給大家一段影片啊 最近發生在中國的西安啊 有一個街頭表演的團體啊 演出了一個手叫做活著的歌 而這裡面的歌詞是在講著 拿著蘋果手機啊 怎麼樣996怎麼樣上班之類的 而這個歌手啊 他把蘋果手機改成華為 唱出來後 導致現場的粉紅啊 非常的不爽 上前去嗆他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啊 我做一個中東公民 我覺得 就是說華為是我們中國的 我們拿著華為沒錯吧 拿著華為沒錯吧 原歌詞拿著蘋果手機 我們拿著華為 拿著蘋果手機嗎 歌詞原本是 拿著華為手機 沒有錯 沒有錯 就是這樣 但是華為 唱歌 我們可以發現 這名男子的戰肢 跟那種移植氣死的態度啊 很明顯 他不是國氣就是央氣 或是一些地方的小領導 是吧 平時就是這樣移植氣死 而他們爭論的點 或許大家看不懂 沒關係 可以跟大家一一解釋 這首歌是在講 人們拿著蘋果手機 是吧 然後打著最難的攻 所以我們要很辛苦的活著 但是這個樂團把蘋果手機改成華為 可能他們都拿華為嘛 所以他們可能覺得 改華為更貼切 但這一名疑似中國 小趙家人領導就不爽 他說 你怎麼能說是華為呢 華為是咱們中國的驕傲 拿華為的人不應該吃苦 不應該996 不應該是這樣的生活 只有拿蘋果手機的人 才能過這樣的生活 因為蘋果很窮 大家買不起華為 只能買蘋果 所以你們那些人 都是窮人 用蘋果都是窮人 領導的邏輯啊 沒有轉過來 所以才會出現這種 欸 所以你想要跟我要求什麼 華為很棒 所以我唱了華為啊 對吧 那麼直接轉過來 但實際上他們的底層邏輯 就是這樣子 你必須要給我 唱蘋果 其實你不能給我唱華為 因為華為是非常高端的 一個手機 要賣8萬 10萬 15萬 20萬 黃牛價 但蘋果手機呢 兩三千三四千而已 你怎麼能把這兩個 調換過來呢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巴小小姐 掰